在上一期节目当中 我们了解了印度的学子们 是如何卷进印度国内的名校 卷进全球的高校 但印度人的卷 可不仅仅是在血液上 今天我们不仅仅要以数据和资料 作为分析依据 而且采访了多位印度裔 或者是印度人 以及与他们同学 或者是同事过的华人 听听他们都是怎么说的 随着印度裔精英在全球的崛起 很多网友调侃 印度人这是要统治全球政商科技界 在正界 有网友列出了7个 担任国家总理或总统的 印度裔政治家 包括英国前首相苏纳克 2022年 李希·苏纳克成为英国史上首位 非白人、亚裔、印度裔 以及印度教教徒的首相 一时间成为全球印度人的骄傲 还有新加坡现任总统尚达曼 爱尔兰前总理利奥·瓦拉德卡 葡萄牙前总理安东尼奥·科斯塔 桂亚纳现任总统伊尔凡·阿里 苏利南现任总统钱德里卡·桑托基 还有眼下最令印度人热血沸腾的人物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 哈里斯的父亲是亚买加 非洲裔移民 母亲出生于印度 后前往美国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攻读研究生 随着哈里斯成为民主党总统的候选人 印度网友甚至比美国人 表现出更加关注大选的风吹草动 期盼哈里斯能够为印度人争光 同时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 印度裔美国议员和候选人 担任着更高级别的职务 根据追踪亚裔美国人人口 统计数据的机构显示 在美国国会中有5名印度议员 在美国州立立法机构中 有近40名印度裔议员 2023年2月 印度裔亿万富豪拉玛斯瓦米宣布 以共和党人的身份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 他是共和党内最年轻的总统竞选人 不过由于在党内初选中表现不佳 于2024年初宣布退选 而不久后这份印度裔政界名单中 可能要再添一人 9月4日加拿大政坛 由印度裔掀起了一起波澜 新民主党突然宣布 终止与自由党之间的信任和供给协议 随后党魁贾格米特辛格表示 他将竞选加拿大总理 辛格1979年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 父母是印度移民 他是第一位担任安大略省立法议员的 带头金的印度裔希克教徒 印度人卷营职场的结果 就是我们看到的 在科技经济领域 越来越多的印度人 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 在科技领域 谷歌现任首席执行官皮柴 微软现任首席执行官纳德拉 曾任万事达卡首席执行官 现任世界银行集团行长的搬家 IBM现任首席执行官克里希纳 他们都是印度人 再来看看商界 2024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上 美国和中国的富豪数分裂第一和第二 第三位则是印度 拥有200位亿万富豪 这些富豪的成功 不仅反映了他们在商业上的卓越成就 还展示了印度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9月9日 卫报等多家媒体报道 财富研究机构的预测显示 埃隆马斯克有望在2027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位万亿富翁 这是基于马斯克的财富一直以年均100%的速度增长而得出的 报告还指出第二位有望际身万亿富翁行列的人就是印度商业巨头高塔姆阿达尼 他是阿达尼集团的创始人 这是一家参与印度港口开发和运营的跨国企业集团 如果他的财富继续以平均123%的速度增长 他将在2028年成为万亿富翁 榜单第三位亿万富翁则是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 报告称他也有望在2028年成为万亿富翁 过去5年里他的财富从30亿美元飙升至900多亿美元 要成为万亿富翁他的财富必须以年均112%的速度继续增长 而根据联合国的数据 全球约有1800万印度人居住在海外 他们的经济影响力已超越了印度本土 对全球经济留下了重要印记 2022到2023年 印度储备银行数据显示 印度的非居民印度人银行账户收到的资金超过79.9亿美元 几乎是上一年的两倍 同时2023年印度收到创纪录的1250亿美元汇款 位居全球首位 那么印度人凭借什么秘籍纵横全球政商科三届 因为有人发现同样专业毕业 印度人往往能够拿到更好的over 同样入职 印度人往往升得更快 看看硅谷里的最高层 华人聊聊 印度人却很多 这些是刻板印象还是事实 首先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在留学毕业生群体中 印度学生卷迎他人的程度 HEB签证是美国签发给在该国从事 专业技术类工作人士的签证 是美国最主要的工作签证类别 它必须由雇主出面 为申请人申请 再由政府从所有申请人中抽签 也就是说申请HEB签证的 前提条件是找到 专业技术类的工作 美国每年会发放8万5千张 HEB签证 其中2万个会给到研究生 或研究生以上学历的申请人 另外6万5千个名额 给本科生和同等学历申请人 这是专业网站显示的近5年 获得HEB签证的印度申请人 和中国申请人的数据 可以看出印度人占比一直很高 近两年甚至超过四分之一 在英国 根据政府网站的数据统计 获得工作签证最多的是印度人 占签证授予总数的三分之一 并且印度人也是获得 技术工人和技术工人 健康和护理签证最多的人群 可以看出印度留学生 在英美国家的求职过程当中 确实获得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当然这里包括了历史 政治 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 求职过程中 印度人自身所展现出来的优势 那么他们的优势究竟是什么 我们不妨听一听 校园里的当事人是怎么看的 阿姆里特迪伦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生 主修地理学 他是英国人 第三代印度裔 第二代古巴裔 我妈妈从古巴来移动 从印度人的一旦 我父亲在英国和澳大陆 我父亲在五岁和六岁 我父亲在五岁和六岁 我看还是在两岁和四岁和三岁和六岁和三岁和六岁和五岁和六岁和六岁和三岁和三岁 我不確定他們會幫助其他人 但我常常看到他們在組織 他們在社會中的社會中的社會 李和元 本科畢業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主修國際關係 那麼在英國留學的印度本科生 一般分為兩種情況 一個是當地的移民 他們其中可能是第二代 或第三代移民 所以是紮住在倫敦或者是英國的 第二種情況是直接從印度 飛到倫敦去就讀本科或者是研究生 那麼從這兩大群體來看 第二大群體就是直接從印度 飛到倫敦的 他們需要拿到工籤 因為很多人他們想紮根倫敦 或者是紮根英國 那麼他們選擇的公司 一般是金融或者是諮詢 這種大的機構 他們的卷我覺得不是內卷 而是很聰明的去卷 他們是全方位的去卷 他們卷學習 卷求職 卷社團 什麼都卷 第一個方面是他們會抱團學習 第二個方面是他們會抱團求職 咱們先來看學習 很多印度留學生他們的就讀專業 是泛商科類的 比如說金融 數學 經濟等等 那麼英國的教育體系是這樣的 是一考定你這一年的生死 一考定生死 可以這麼說 他們的考試占比通常是百分之百的 所以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一些泛商科的考試 他們的學習資料非常的多 我如果一個人去準備整理吸收 會很累 但也可以 但是會非常累 並且你會有遺漏的知識點 但是如果我抱團去學習 咱們的這些印度同學們就會分工 比如說我負責秋季的資料 你負責春季的 那我負責夏季的 這樣效率會很高 並且考試的質量 他們學習的質量也會大大的提升 抱團求職就更有意思了 很多英國的這些所謂的大機構 他們的求職的過程是非常卷的 真的是過五關斬六將 那麼這些金融機構 通常會有五到六輪的面試過程 那麼這些印度的孩子們 他們會分工 比如說在第一輪的網測階段 通常會考你的數學思維 你的閱讀理解思維 以及你的數理或者是邏輯思維 不是每個孩子都是六邊形戰士 什麼都會 所以這個時候 這些印度的孩子們就會分工 說我文科好 所以我負責做閱讀理解 你理科好 所以你做我們大家的這些數學題 我的空間感好 我的邏輯思維好 我就做一些邏輯思維的這樣題 所以可想而知 通常大家在網測這一方面 印度的學生們拿到的成績 都是非常好的 那麼等到後面面試的時候 大家就會分別地給對方 進行模擬面試 所以通常他們的面試結果 或者是說拿offer的 這麼一個情況 也是都非常理想的 看來第一點可以總結為 緩解 抱團爭取更多的機會和資源 甚至連作弊都要抱團 因為美國政府就發現 印度人在申請HEP簽證時 常常會多個雇主來擔保一個移民 這樣中籤的概率就會增加 針對這一現象 2023年開始 美國移民局更改了規則 要求一人一籤 禮和元在採訪中還總結 印度人展現出來的第二個特點 是會社交 時下稱為Social 國外有個求職平台叫LinkedIn 領英 就是一個找工作的 或者是社交的這麼一個平台 那麼在這個平台上 你可以看到印度的孩子們 把自己的購往經歷和簡歷 包裝得非常好 非常的高大上 他們非常懂得 怎麼去撰寫自己的經驗 通常是非常專業的 懂得去營銷 去推廣自己 那麼領英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你可以跟陌生人去發消息 比如說很多印度同學們 他們在每天會抽集一大段時間 去給他們未來潛在的 意向公司的領導或者是同事 發這個內推的申請 那麼他們在領英上 所做的這個舉動 在英文叫Networking 其實就是以求職目的的社交 還有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同學有一次做小組作業 是給一個國際的一個機構 寫一個Policy Brief 就是一個政策報告 那麼很多同學 在寫完這個報告之後 就沒有然後了 但是很多的印度同學們 會把這段經歷添加到 他們的領英的平台上 說自己曾在某某年 某某時間段 為國際的某個組織 擔任了政策顧問 這麼一個經歷 所以從這幾個例子來看 他們是非常懂得 怎麼去推廣營銷 和包裝自己的 他們捲得很聰明 並且是那種 非常有集體意識地在捲 賈維斯古吉拉爾 第三代印度移民 出生於加拿大 現就讀於美國西雅圖 華盛頓大學主修生物學 大學 times i'll see some of my cousins come over and they're applying for jobs in exec not exec through executives um maybe through software companies or tech companies and during those interview skills a lot of times they've heard back we're very impressed with how respectful you are with how um how much respect you treat others in the workplace and i think that's just a part that's ingrained in indian tradition that treating others with treating especially people older than you with respect and it can definitely be helpful in an interview being very respectful to the person interviewing you to other people that you are working with especially people who are senior to you and that's how i see a lot of these new immigrants to india they end up with these great mentors who they've met just through being respectful and especially the older generation they very much appreciate these things and i think doing those kind of small gestures can definitely land you bigger positions 会社交 会包装 让自己在众多的竞争者当中脱颖而出 这种特质当然不仅仅表现在求职过程当中也表现在职场中 我们看到很多网友吐槽印度同事凭借PPT一路高升 而同时进场能力相当的华人往往会被上司忽视 对此我们也采访了有着硅谷工作经历的王旭光博士 看看他的印度同事是否存在着这类特质 王旭光 半导体专家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 硕士与博士分别毕业于美国赖斯大学和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 曾在硅谷工作多年 我刚进AMD的时候我们的一个项目经理叫Sankar Sankar个子不高大概1米7都不到 然后当时年纪也不大应该40岁也不到 但是Sankar这个外表让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这头发已经都没有了 就剩两边的头发 那是真正的这个应该是已经是很早就把头发给熬没了 当时我们是在做45纳米的这个晶体管的这个闪存 当时碰到了很多的就是fundamental啊 就基础的层面的这个技术问题 我们的团队里面实际上是汇集了应该全世界最好的这些工程师 那这些工程师呢实际上全都在各自的device physics啊 然后在器件啊工艺啊啊在这个仿真上面啊都是最顶级的专家 而Sankar呢他的角色是要什么呢 他要能够从这些不同岗位的专家那里能够快速的去汇拢啊分析 然后知道我们当前的项目的进展是怎么样 因此呢这对于他的专业性的要求是极高的 因为他能听得懂这些各自行业专家的话 而且呢能够快速的分析出来的问题和进展 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更加啊让我敬佩 就是他的情商特别高啊 因为这些工程师大家可以理解 就像大爆炸里面的一个个小Sheldon 但是Sankar呢跟我们所有的不同国家的啊 这些天才工程师们呢都能够打成一片啊 大家哪怕有分歧啊也愿意和Sankar聊 那从这一点上来讲 我认为他是比我见到的很多当时的同级的 这个华裔的工程师要强的 因为在同情心同理心和沟通上面呢 他确实是要比我们这些华裔的工程师更好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见证了 印度学子们是如何卷进印度理工学院 卷进全世界的高校 这些身经百战的印度学生 在工程与技术方面表现出的潜力和能力 已经成为行业共识 而善于沟通 看上去让这印度的专业人才如虎添翼 更好的在职场施展了专业技能 那网友吐槽的 凭借PPT一路高升的现象到底有没有呢 我要诟病啊吐槽一下的 这咱叫他小帅吧 但这小帅哥吧有点不地道 硕士呢也刚毕业 然后呢刚毕业来了之后呢 也是夹着笔记本 天天去悬梅着去开会 因为大家知道在公司开会呢 有的时候你去开那个会啊 只要跟那个组织者打个招呼 美国人都很nice 就往往就把你加到那个会议的那个list里面了 除非是有一些保密性质的会 那么他呢很快就成功的能够混迹于 各个这个meeting 那为什么我不喜欢他啊 因为呢他拿了我的数据 拿了我的成果 然后在我还没有汇报的时候呢 先拿出去讲了一圈 然后但最重要的是呢 他不会说这是别人做的 这个会把他全take成自己的credit 那么这一点啊 其实就比较的不地道了 我感觉呢在出小帅这种毛病的印度人呢 确实会比中国人更多一点 看来网上那些吐槽印度人在职场不地道的表现 在现实当中也确实如此 但是呢也不能否认 正是有像商卡一样的 情商智商都在线的这些精英 令印度人在高管当中占比突出 说印度人善于社交 这本事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他们是英语的native speaker 就虽然是咖喱味儿英语 但是人家的咖喱味儿英语 是要比咱们的这种chinglish 更加容易让美国人听懂的 什么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这种东西咱学了那么长时间 结果到美国发现 人家压根就不这么说 所以本身沟通上咱有弱势 因为可能有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文化的原因 他们在语言方面没有那么的吃力 并且了解在西人或者是白人的 这个话语体系下 如何能为自己谋取权益 所以他们能更好地去迎合这些要求 In a lot of Indian families communication is very important and they're big families so traditional Indian families at least four brothers maybe four sisters so it's probably seven eight of you and there's a lot of household tasks that you have to complete so I think a lot of these good social skills honestly come from having such a big family that you're used to talking to all these people and you're used to communicating with them to complete we have to do this we have to do that and sort of you build those soft skills i don't and especially in certain Indian schools public speaking is very much reinforced the ability to communicate learning proper greetings handshake and having respect who to how to show respect with certain gestures that's all part of a traditional Indian curriculum that's either shown in school or by your parents your grandparents having that proper communication skills 有网友依此调侃 印度人正在接手全球的政商科三界 然而当我们也认为 印度人已经成为了世界卷王时 我们的采访对象 却有着不同的角度和看法 India has been an emerging country so we're not as used to seeing it so when we see oh there's a bunch of these Indian students and they're doing really well it's because maybe 10 years 15 years ago you wouldn't see it and especially with these fortune 500 companies you know 20 years ago I couldn't there was probably no very very little anyone of Indian descent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 any sort of big position but now because education has been so reinforced and the country is developing people are having more money they can come abroad you'll start to see these positions pop up I don't think it's a matter that they're smart or anything like that I just think it's we're not used to seeing it so it pops out it's a small sample population if you look at the whole of India you know there's 1.5 billion people that not all of them are going to be technically inclinated you know you've got all types of professions that are farmers fishing I think is is important to consider the context of when you're thinking of I know there's a lot of successful british indians as well is quite a small subgroup because I'm not entirely sure but like you're rishi suna all the people in parliament like rishi suna iswila bravram and preti patel they come from a small subgroup of not entirely sure but i think a lot of them are Afcan indians or indians that were forcedly to africa and then from africa they were expelled by um by west africans when when the colonial rule ended but because um a lot like those people were able to build um build up resources in um in africa because they were they took over tea plantations from english in west africa so because they were able to come to england with more resources um sometimes that's why um they they got to the positions that they were in and rishi 同时 迪伦还认为印度已获得的英美工作签证类型也是印度精英数量为何能够如此引人关注的原因之一 of what's the indian immigration to the u.s is based there's uh what's about high school immigration so the indians that do immigrate to the u.s are going to be for people in stem doctors etc so they're going to be smart people and um and then they're going to imprint that imprint that on their children and then the children are going to go on and succeed in the u.s is the same thing with uh modern asian americans in in with the uk perspective it's different because uh we have there's a very is a like a longer embedded population of indians and also it was a much more diverse population of indians because it wasn't based off skilled labor is based of well any labor you know is not um it's just the fact that the technically inclinated ones are the ones that are coming to the u.s and also the the because since the citizenship act to me i don't under when is maybe in the 1980s the commonwealth immigration has stopped so all the recent immigration of indians so any kind of newer indians that move into uk uh generally do uh are the s and the american in those who apply life skills immigration 我个人反而更看好咱们华裔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去看华裔的CEO跟印度裔的CEO啊 我觉得这种就是从零到一啊就是这白手起家的中国人的这个CEO呢其实是更多的 那也可能是咱们中国人天生啊就是喜欢当老板啊这个而印度的这些CEO呢更多呢还是做这种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就是说做职业经理人高管的角色 在咱们的弱项啊 英语的沟通能力上 包括从内心里面的那种 就是要有一个主动的去表达的这一块呢 我觉得90后00后 其实已经比我们这些6070要好很多了 所以我倒是对于咱们未来的 中国的硬科技企业啊 还是更加有信心的 当我们看到印度人实实在在 取得的各种成就时 确实会想到印度裔企业家 普拉哈拉德说过的话 他说印度人学会了 与无尽的障碍做斗争 并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所拥有的 当卷不可避免时 会卷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新闻见证组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